香港及潘姓女子来台旅游已遭成性男友杀害气时 两人曾入住台北市某旅馆 该旅馆今天发出声明 只协助警方调阅监视器 希望善尽社会责任 旅宿业处境艰困 相关新闻报道已伤害伤愈 旅馆也是受害者 经不起如此重伤 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 本月13日下午3点多 潘与陈入住台北市大同区某旅馆 17日凌晨两人进入房间 自此潘的身影未在出现 陈多次进出房间 当天上午11点多 陈拖着粉红色行李箱离开 下午6点多返回旅馆 未攜带行李箱 研判当时已完成弃失 今天该旅馆发出声明 声明全文如下